哈利路亞 可以幫我找一下圖文筆嗎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很開心能夠在 這是我們過年前的最後一個主日 真的是很開心 能夠在今天 跟大家分享信息 我們最近的主日 我都開始要擬定Claim B計劃 就是假設 如果不小心在講到的過程當中 時期如果生了應該要怎麼辦 對 有想過各種方式 但是我們希望不要這樣 曾經有個牧師我認識的 他在嘉義 他的兒子 這個大兒子在他講道的時候出生 所以就取名叫做林真理 還好我已經知道 我的孩子的名字 大家這個月 上個月過的都好嗎 有沒有什麼開心的事情 還有好多開心的事情 我在上禮拜 昨天上課的時候也是個很開心的事情 就是我發現有很多弟兄姐妹來 來上聖經的課程 我真的覺得很感動 我真的覺得哇大家的課很感動 然後上個月呢 還有一件事情 我覺得非常 讓我很驚訝 就是我收到我的 我的那個奉獻的那個 奉獻收據 然後我就哇 哇 原來我可以奉獻這麼多錢 我真的很 我真的覺得很驚訝 就是哇 原來我可以奉獻這麼多 我下個禮拜的時候 在過年的時候 要分享豐富 倍增的人生 如果你的 人生 你覺得想要更豐富 想要倍增 我們當中有想要的嗎 我去收一下 OK好 如果你沒有辦法來的話 我鼓勵你能夠用直播的方式 我們哪一天會 我們會有直播 鼓勵你用直播的方式呢 能夠跟你的家人分享 因為我覺得這個訊息 大家喜不喜歡人生更豐富 應該很喜歡對吧 所以你可以跟你的家人來分享 在聖經裡面 在神的國度裡面 我們要怎麼樣子 讓你的人生變得更豐盛 阿妹嗎 所以 所以如果 如果你 下禮拜 你沒有辦法來主日的話 沒有關係 但我要邀請你 跟我們一起在線上主日 阿妹 好 我們 這一個月呢 我們進入到 馬太福音的系列主題裡面 第一個主題呢 我們要來分享的是 屬神的門徒生活 大家喜不喜歡馬太福音 我超喜歡馬太福音的 其實 我們昨天上新約聖經的課程的時候 我其實每一卷數都超喜歡的 但是 我真的超喜歡 超喜歡馬太福音的 因為我今天要揭曉 不好笑 對不起 但是我真的超喜歡馬太福音的 你昨天也說我喜歡 那個西伯萊書 我也超喜歡西伯萊書的 對 可是 可是上半年沒有時間拍到 但是我真的很喜歡西伯萊書 不過今天要跟大家分享 我很喜歡在馬太福音 馬太福音 它呢 有一些特色是我們在這個月剛開始跟大家分享的 馬太福音其實是一本專門設計用來做門徒訓練的教材 如果你帶一個木道友剛信主的話 如果你要讀四福音書 我會推薦你能夠讓他讀馬可福音 原因是什麼 因為馬可福音最短 馬可福音呢 裡面有很多耶穌所做的事情 那就像個動畫片一樣 可是馬太福音呢 它很有系統 它是由耶穌的門徒馬太所寫的 耶穌的門徒馬太 大家知道他的職業是什麼嗎 他在信主其實是個稅利 我覺得做會計的 可能非常的怎麼樣 非常的有條理 馬太福音也非常的有條理 它有系統的去記載耶穌的所言 耶穌的所行 如果你回去去翻翻馬太福音的話 你會看到馬太福音的結構 馬太福音它會記載一段事情 然後記載耶穌所說了什麼 然後記載耶穌所做了什麼 然後耶穌所說了什麼 耶穌所做了什麼 所以他很有系統的 告訴我 我們大家 我們的主 他說了些什麼話 他做了什麼事情 馬太福音的第一章第一節 要跟大家來分享 大家馬太福音的第一章在講什麼 耶穌基督的家譜 對嗎 有沒有人在讀馬太福音第一章的時候 就會遭遇困難的 有沒有 家譜還沒有讀完 就開始準備已經要睡著的 有沒有 有沒有遇到這樣的困難過的 只有我們要這樣的困難 好沒有關係 對好 那可是我們要來看一下 在新約聖經裡面的第一句話是什麼 聖經裡面 新約聖經的第一句話是什麼 我們一起來念一下好不好 耶穌基督的家譜 亞伯拉罕的後裔 大衛的子孫 耶穌基督的家譜 馬太福音他主要的寫作對象是 對當時的猶太人寫的 為什麼馬太要跟猶太人 在開宗明義的第一句話 就跟他說 亞伯拉罕的後裔 大衛的子孫 耶穌基督的家譜 當猶太人他想到亞伯拉罕的時候 亞伯拉罕是什麼 是以色列的什麼 祖先 是那個神 神所稱為的信心之父 亞伯拉罕是什麼 亞伯拉罕是那個神赐下一個 亞伯拉罕之約應許的 大衛是誰 大衛是以色列最偉大的王 我們的耶穌基督 他是來自於王的後裔 是那個神所應許的 在先知書裡面所應許的 應許那個會有一個大衛的子孫 一個王的後裔 他呢 他要來成為我們人類的救贖 要來成為我們以色列的救贖 他來拯救我們 所以在馬太福音的第一句話裡面 他就記載了耶穌是從哪裡來的 他的家譜是什麼 馬太福音的第一章 他告訴我們什麼 告訴我們 耶穌他是 他是真實的 他是一個活生生的 他是一個有來源的 馬太福音的第一章告訴我們 馬太福音的第一章告訴我們 我們的神 他是尊貴的 他是一個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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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要來救贖我們 剛剛有唱 實際上的愛對不對 尊貴的君王 謙卑的君王 然後呢 然後呢 然後他 願意為了 我們當中的所有人 捨靈在十字架上 跟你旁邊的人說 耶穌基督為了你而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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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更深淺一點 看他要跟他講 耶穌基督是為了你而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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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穌基督是誰 他是王 他是神的孩子 他是尊貴的 他是擁有權柄的 我們知道 如果他有這樣子的屬性 我們知道 我們應該要怎麼樣子 來跟隨他 怎麼樣子來面對他 我們今天的主題是 屬神的門徒生活 對嗎 我們來看一下 跟隨耶穌的門徒生活 是怎麼開始的 我們一起來念 這段經文123集 耶穌基督在家地面 人心中 看見弟兄二人 就說是你 祂祂福利的心 那祂祂祂祂祂也 在海裡撒謊 他們的其他一個 也就是跟他們說 來跟從我 所以我們看到什麼 我們看到 這是在馬來福音裡面 第四章裡面 耶穌跟門徒的初次見面 在加利利的海 加利利湖邊的時候 以前在聖經裡面 只要很大的一片水 它就叫做海 但其實它是一個湖 在加利利湖邊的時候 耶穌看到有兩個人 一個是什麼 一個是彼得 然後一個是他的兄弟 安德烈 他們是做什麼的 他們是打魚的對不對 然後耶穌對他們來說 什麼 他說來跟從我 一起說來跟從我 這是一個門徒生活的開始 這是一個門徒的生命的開始 有很多人在教會裡面 他講到門徒訓練 其實門徒訓練 只是門徒生活的一部分 門徒訓練只是門徒生活的一部分 如果你想到門徒訓練的話 你會想到很多是什麼 很多人是教導 來上課 來受培訓 來受裝備 可是 可是你這邊看到一件事情是 當耶穌在呼召門徒的時候 耶穌呼召門徒的時候 他其實像是跟門徒們一起生活的 這個關係是什麼建立的 這個關係的建立是雙向的 耶穌跟門徒說 來跟從我 結果這些人怎麼樣 這邊聖經上面說 彼得跟他的兄弟安德烈 他們就立刻什麼 捨得往來跟從他 所以他是雙向的 有一個人他做了一個邀請 說來 你跟從我吧 我要讓你得人如德語 什麼是得人如德語 彼得是做什麼的 彼得是做捕魚的 他捕魚 他是個漁夫 他的生命中神給他的一些技巧 給他那些恩賜 給他那些恩膏 給他那些才幹 有很多人說 邵軒你 你放下這些世界所有的 然後做了很多的犧牲 你還更重生 當有人這樣跟我說的時候 我說我沒有犧牲 我只是轉化而已 我沒有犧牲 我只是轉化而已 我把神原本創造我的時候 給我的恩賜 才幹 原本我是拿來服侍這個世界的 我原本我是拿來服侍我自己的 但是我把神給我的這份 才幹 智慧 能力 產業 拿來什麼 拿來做 神的國度的事情 我並沒有犧牲掉事情 我只是把原本神給我的 轉化成為神能夠凋備的資源 這個轉化從哪裡來的 神原本就創造了我 我有智慧聰明才幹 對嗎 是誰創造的 是上帝創造的 我所留下的產業 是我自己賺來的嗎 沒有 有些是 是我生下來就擁有的 這些東西不是從我而來的 可是為什麼我們要經歷這個過程 就是說 我們要來跟從主 這經歷了一個轉化的過程 這個轉化的過程 這個轉化的過程 關鍵在哪裡 關鍵在我們自由意識的選擇 我們做了一個決定 我們做了一個決定 是把原本神給我們的東西 交給神來使用 當我們這麼做的時候 神很喜悅我們這麼做 神很開心我們這麼做 這是一個轉化的過程 當我們在做門徒訓練的時候 當我們進入門徒生活的時候 來教會裡面聚會 跟你在教會裡面有門徒的生活 是不一樣的 如果你在教會裡面有門徒的生活的話 你會知道誰在帶領你 你也會知道你在帶領誰 我們的教會是一個愛神 愛人 然後呢 帶門徒的教會 我想要請大家 花十秒鐘的時間你想一下 是誰在帶領你 向祂的生命敞開 你跟隨祂 然後是誰 你在帶領誰 我們放十秒鐘之間我想一下 一個門徒的生活的開始 為什麼耶穌 祂在帶領門徒的過程當中 會有一個跟隨的過程 祂是一個放下我們自己 自我中心的一個過程 它是又什麼一個好的 我們常常會說 如果你是一個好的領導者 你要學習什麼 才能先成為一個被領導者 為什麼 大家有聽過這句話對不對 你要領導人之前 你要先學習被領導 很多人會覺得說 好像就是你要先被怎麼樣 先被榮歷過一段時間 然後呢 接下來的話你可以怎麼樣 你可以指使榮歷的人 對不對 很多人會這樣子嘛 先要奴役人之前 要先被奴役 這是什麼 你先要 你先當邊的時候 你先是菜鳥 剛入職的時候 你是菜鳥 然後當你是老鳥的時候 你就可以比較爽 這是世界的方法 可是一個屬神的領袖 你會不會想要帶領你的人 是那個很爽的 然後整天只是發號施令的 然後整天只是指使人的 有沒有人喜歡這樣子的領袖 喜歡這樣子的老闆 可以舉手一下嗎 如果你舉手的話呢 我認識很多這樣子的老闆 缺遠工的 可以介紹你們彼此認識 世界上面的領袖是這樣子的 世界上面的君王 是俠制人 是管轄人的 但是 耶穌 一個屬神的領袖 是一個什麼樣的領袖 是一個仆人領袖 對嗎 耶穌在聖經裡面 他為他的門徒洗腳 一個好的領袖 他總是侍奉人 一個好的領袖 他不只是要影響人 他還要怎麼樣 他還要願意被影響 一個好的領袖 他不只是要影響人 他還要願意被影響 要怎麼樣子能夠訓練一個領袖 他不但是能夠影響人 他也願意聽別人說話 聽別人的意見被影響呢 從剛開始你在門徒 訓練跟隨的過程中開始 如果你在成為一個 在一個被帶領者的過程當中 你沒有辦法聽人說話 你沒有辦法在成為一個領袖的時候 你聽人說話 如果你是一個在被帶領過程中 學習如何聽人說話的被帶領者 當你成為領袖之後 你會成為一個什麼 你會成為一個聽人說話的帶領者 是這樣子的差別 我們在聖經裡面 我們看到馬來福音的第四章 耶穌呼召了門徒之後 耶穌呢 他帶領這些門徒 在各層各鄉 行了很多的神奇奇事 於是怎麼樣 於是有很多的人 觸涌過來 然後呢 耶穌來對他們說話 在這邊 他說 門徒也來到他的面前 如果我們看到路加福音 相同的記載 我們會知道 在那個過程當中 在那個環境裡面 有兩種人 在路加福音 他們分開來 有一些百姓 還有門徒 這裡面要講兩個 有兩種身份的 一種是什麼 一種是群眾 一種是呼召 被神呼召 跟耶穌有關係的門徒 是有兩種不同身份的 就好像什麼 就好像在現在的社會裡面一樣 我們現在 我昨天在上課的時候 我跟大家分享 在YouTube 現在YouTube很方便 對不對 在我們當中 你會聽其他牧師的 組織講到的 對不對 OK 非常好 對 這是一個非常好的一件事情 我們在這個多元的 在這個資訊傳播 非常發達的社會裡面 我們可以多聽人分享 就好像什麼 就好像這些民眾 這些群眾 來到耶穌的面前 他想要什麼 他想要可慕 知道真理 他想要學習更多 他想要了解更多 但是這些人 不見得跟耶穌有關係 這些人不見得在門徒的生活裡面 他明白這個意思嗎 你可以 在這個教會裡面 能夠怎麼樣 能夠在那邊 我只是來主日聚會 然後聚會完之後呢 聊夏天然後就回去 我們也可以選擇什麼 選擇加入到小組裡面 選擇什麼 選擇加入到一個門徒的 裝備的系統裡面 選擇就在一個門徒的生活裡面 然後把帶領你的人的知識 學到的東西 傳給下面的人 然後享受在這個門徒的關係當中 現在這個社會有一個狀況 就是很多人說這個社會是一個沒有父親的社會 這個社會裡面有很多的問題來自於什麼 來自於我們未曾體驗過 那一個在關係中的美好 就是我們常常在我們的成長過程當中 當我們成為一個被領導的 一個成為一個被管理的 成為一個被教導的 成為一個好像是一個什麼 是一個比較出階的狀態的時候 我們被壓制 我們被瑕疵 然後被壓榨 我們被出的對待 我們沒有享受那個美好的關係 所以當我們長大之後 我們怎麼樣 我們想要的 尤其總一種就是我們用同樣的方式來對待 對待對待人 另外一種就是我們覺得這樣的關係不重要 我們可以怎麼 我們可以做一個獨立的個體 我們就這樣單獨的活著 可是這邊 耶穌祂要強調這件事情是什麼 耶穌祂在呼召一些門徒 耶穌來呼召一些門徒 能夠進入到祂的生命當中 讓祂的生命能夠來影響祂的生命 我知道我的屬林父親是誰 我的屬林父親 他是台北真理堂書一章牧師 在我剛信主的過程當中 在我一個還沒有信主的過程當中 他花了半年的時間 他這半年裡面 每一個禮拜 花一個時段一個晚上 陪我 陪我吃飯 陪我聊天 跟我做朋友 然後我可以說 那時候我並沒有非常 小的這個東西有多珍貴 直到我開始在教會裡面勸職服侍 我才發現一件事情是 你要一個牧養五百人的牧師 他每個禮拜 花一個晚上的時間 在一個人身上 是多麼奢侈的事情 但是 他所的付出 影響我的生命 他影響我的生命 什麼事情呢 一個很重要的事情是 他讓我 他讓我知道一件事情就是 上帝他不需要會計時 在你旁邊的時候 你的生命無價 我們的人生 我們的生命 很少很少很少 被很珍惜的對待過 在我們當中有很多人 他不曾被很珍惜很珍惜的對待過 神 他想要呼召 他的門徒 那耶穌 他在 他在他的 侍奉三年半的時間裡面 他有公開的步道 但是 也有 大多數的時間 他絕大多數的時間 是在跟他 所帶領的十二個門徒 生活在一起 跟他相處 耶穌在做一件事情是 他要用他的生命 來陪伴什麼 陪伴他所帶領的生命 我發現 我發現 雖然說我在剛信主受洗 不久之後 我就從台北到北京去 我並沒有從我的牧師那裡 真正學到太多 跟牧羊相關的知識 但是我發現一件事情 好像剛剛小韓他說 我們今天 早上的時候 跟小韓 還有一瓶 我們有個早午餐 當我在 帶領 在牧養人的時候 在帶領我的門徒的時候 我常常 看到他們的時候 我腦袋 浮現出 我的牧師的身影 我發現 我的牧師 他可能在那段時間裡面 只是跟我當朋友 但是他的生命 影響了我的生命 我們來看 馬太福音裡面 耶穌 耶穌第四章 他呼召門徒 如果你去看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鼓勵大家回去說 看看馬太福音的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這三章是耶穌基督他的講論 宋上節 一個很有名的步道家說 想要進天堂 馬太五六七 我們要來看看耶穌在 馬太福音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他說那些什麼 他說虛心的人有福了 死人和睦的人有福了 當你要去祭壇前獻祭之前 如果你想到哪個弟兄 他冒犯了你 你冒犯了他 先去跟這個弟兄和好 如果有人逼迫你 他逼你走一里路 你就怎麼樣 你就同他走兩里路 要愛你們的仇敵 為什麼 為那逼迫你們的禱告 你會在馬太福音第五章 第六章第七章裡面 看到很多耶穌的講論 他要門徒 他要來聽他說話的人 要做的事情 大家在這些幾段經文裡面 你發現什麼共同點 你有發現什麼共同點嗎 相信主耶穌基督的人生 他不是架法的人生 他是一個減法的人生 在世界裡面 他說我們要怎麼樣 我們要賺大錢 我們要 有身分地位 然後呢 我們要在世界上有成就 這些東西都很好 都沒有錯 但是 耶穌 來遇到 這些來聽他講話的人 來聽他講道的人 耶穌跟他們說什麼 跟他們說 你的人生是要是減法的 你的人生是要給予的 你的人生是要放下自己的 他說 如果我放下我自己的成見 我心是柔和謙卑的 虛心的永福了 因為他必承受地圖 很特別 這個減法的人生 這個不以自己為中心的人生 他反而讓我們的人生 會變得更豐盛 耶穌在教導我們 一個屬贏的法則 不以自己為中心的人生 反而會讓我們的人生 變得更豐盛 他說 如果你的心是謙卑的 你是虛心的 你就能夠承受地圖 他說 食人和睦的人有福了 大家 食人和睦有不容易 我以前 是個脾氣很剛烈的人 不要說我當和事老了 我常常怎麼樣 與人不和睦 我聽到這段的時候 我就想要跳過去 好像一根針插在我那裡 可是他說 食人和睦的人有福了 因為他必稱為什麼 必稱為神的兒子 當今天我們要獻祭之前 我們要先來跟弟兄和好 因爲什麼 因為神更看重我們跟人之間的關係 更看重我們真實的生活 勝過於我們獻祭 有人逼迫你 有人讓你很煩 有人讓你很討厭 你要怎麼樣 你陪他陪到底 要為那些什麼 為那些 你恨的人 為那些恨你的人 要為他們祷告 要愛那些你的仇敵 要為他們祷告 耶穌基督 你會發現 祂給我們的 門徒生活的人生 是一個給予的人生 是一個沒有自己的人生 耶穌基督 祂在馬湾福音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所講的 非常非常多 祂的內容 祂跟我們所說的話 有絕大多數 都是跟人際關係有關的 還記得附近園牧師 他曾經講過嗎 上個月講到的時候 他說 要怎麼樣過一個 豐盛美滿的人生 其實很多時候 跟我們的人際關係 有很大的關係 我自己在做 婚姻輔導 我發現 我有輔導過很多 很有錢的人 他人生不快樂 為什麼人生不快樂 就跟他的親密關係有關係 跟他的 跟他的婚姻關係有關係 跟他的家庭關係 跟他的兒女 對他的婚姻關係 跟他的婚姻關係有關係 耶穌基督 祂 是一個在乎關係的主 祂是一個在乎關係的主 祂希望我們在關係中得著豐盛 祂希望我們的關係是圓滿的 我們的人生在關係中 我們要如何圓滿 我們要來成為一個 不以自為為中心的人 我們要來成為一個給予者 跟隨耶穌基督的人生 就是一個放下自我中心的人生 從什麼 從開始到結束 各位弟兄姐妹你覺得容易嗎 覺得容易的可不可以舉手一下 但是很特別的是 但是很特別的事情是 當我們這麼做的時候 當我們在主裡面這麼做的時候 很特別 聖經上面說 當你施上生命的 你必得著生命 很特別 這是一個屬靈的奧秘 我覺得神在拣選一些人 祂要給他豐盛的祝福 祂要讓他真的在心裡面 體驗經歷到他自己 那這些人 你要開 這些人 祂怎麼樣 讓這些人得到這些豐盛的祝福 體驗到經歷到呢 耶穌說 要我們效法祂的樣式 如果我們去看馬太福音 你會發現 那個門徒生活的生命經歷是不一樣的 剛開始耶穌怎麼樣 耶穌去找彼得的時候 有沒有人願意當彼得 俊威你來當彼得好了 演個戲 可以嗎 彼得他在捕魚對不對 他在捕魚 你在菲利普是不是 他在捕魚 然後呢 捕魚的時候怎麼樣 捕魚 然後耶穌就靠近他 在路加福音看 他說 他整夜捕魚捕到魚 捕到魚對不對 捕到魚的時候 耶穌就說 來你 你知道水深之處 你在那邊嚇我 然後呢 他就怎麼樣 他就很奇怪 我是一個漁夫對不對 對不對 我這麼有經驗 然後呢 整夜捕魚都捕不到魚了 那個地方有魚嗎 對不對 你是個拉筆 你是個老師 你是個教書的 你比我會捕魚嗎 心中 充滿疑惑對不對 對不對 來表現個充滿疑惑的樣子 充滿疑惑呢 我再給他一下掌聲 充滿疑惑 來來來來 靠近一點 充滿疑惑呢 充滿疑惑之後呢 怎麼樣 但是他心中在想說 好啦 好啦 我還是試試看吧 於是他又怎麼樣 他就 去捕魚 去捕魚之後呢 聖經上面說什麼 說 哇 好多好多好多 好多的魚被撈起來 撈到什麼 那魚多到 那個船 船啊 不是船 那個船就幾乎都裝不下了 然後 然後 Philips 彼得 他呢 他就動不到一件事情是什麼 哇 這個 這個主怎麼樣 耶穌是值得什麼 值得跟隨的 耶穌是 值得 相信的 阿門嗎 阿門 好謝謝 我們掌聲謝謝 所以我們人生會有個懷疑的過程 我們從懷疑到什麼 到相信 如果你對這個信仰很懷疑 請不要控告你自己 因為 因為懷疑就是 要相信的過程 所以我們人生有點懷疑 我們極力不到神 我們感受不到 不過 啊我怎麼樣 我還是試試看好了 一起說 信心 信心 神經上面說信心 就像一粒小的芥菜 懂 但是怎麼樣 也能夠儀善 我們有一點點小小的信心 我們不知道 可是我們好懷疑 可是我們願意踏出一步 神就可以使用我們的信心 我們在疑惑中 甚至在疑惑中的信心 在掙扎中的信心 讓我們怎麼樣 讓我們遇見他 然後我們就會經歷到神的什麼 神的美善 神的信實 神的良善 神的真實 然後我們就會認識神他自己 這是一個過程 可是我們要有選擇 我們要選擇 經歷那個信心的一步 踏出我們的舒適圈 踏出我們的知識範圍 好讓我們 能夠來相信神 我們需要踏出哪一個步伐 我們不確定 我們相信神會怎麼樣 我們不確定 接受耶穌的人生是怎麼樣 不過有一個哲學家 有一個數學家他說 算數學的嗎 他說機率 他說 如果說今天你相信耶穌 你追隨他 如果說耶穌是假的 那你沒有什麼損失 但是如果耶穌是真的 你沒有追隨他呢 那你就損失就很大 所以 所以我們遠步了信心 然後神就讓我們經歷到他 如果你去看法律第四章 耶穌呼召完門徒之後 就帶著他們怎麼樣 帶他們去做宣教耶 宣教的時候怎麼樣 來 有病痛的人起來 你要為他按照祷告 哇 就很多人都得意志了 我們就看到 哇 原來神是真的 來 有很多人怎麼樣 軟弱的來為你祷告 哇 很多人都得意志了 所以神就讓我們經歷到 祂的神話 一起說良善 我們知道 哇 我們的神是個好的神 然後我們心中 又對神要信心 我們的屬於生命 我們的門徒生命 就是這樣開始的 我們開始有點信心之後 然後耶穌呼召這些門徒 開始有點信心之後 帶他去做了很多步道 帶了他去行很多神蹟 陪伴他生活了一段時間之後 然後呢 然後耶穌開始 還是記不到馬哈福音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的講論 告訴你說 如果你要跟隨我 你的人生 要來放下你自己 如果我們沒有經歷到神的良善 然後我們就被要求 要放下我們自己 會是怎麼樣子的 會有苦毒 對嗎 會有苦毒 對嗎 我們心中會變成宗教 對嗎 就是我們 我們信仰就是要導人向善 對不對 可是如果我們沒有經歷到這個過程 因為姐妹 如果你在帶門徒的時候 你要愛他 一個小鷹的 小心樂在後面 對不對 小心樂 那個小孩會先來跟他講說 你要那個嗎 你要開始會做家事 你要開始為這個家著想 你要開始怎麼樣 開始呢 要來服侍 要孝順爸爸媽媽 沒有嘛對不對 對 小心樂這時候只會哭而已 只會叫而已 然後他也會笑 可是 爸爸媽媽怎麼樣 爸爸媽媽愛他 我們的生命需要經歷這個過程 如果我們的生命 在小時候沒有經歷這個過程 反而是我們在照顧我們爸爸媽媽 如果教育面的弟兄姐妹可以舉手下嗎 OK 這個 這個 有個專業我們叫做輕植倒置 我們這些人 他們會變得怎麼樣 變得很會做事 很會看顏色 但是呢 他們沒有經歷過神的愛 功能性很強 可是他們的心怎麼樣 常常是 有一個瀑布的 到一種程度 會出現問題 神要來移植 神要怎麼樣 來讓我們 就在他的門徒生活裡面 他要先讓我們 你認真好 我想讓你認識這個主 他實在太好了 尤其不自禁的 是沒有業績壓力的 大家知道嗎 當牧師沒有業績壓力 就是你信主跟不信主 我都沒有關係 但是我心中有一個可慕 是希望讓人更多的人來經歷神 這是很自發的 自發你就會想要把你的人生的焦點 從自己轉向神 他是簡易默化的 所以你去看馬來福音 耶穌叫我們怎麼禱告 我們一起說 你們禱告要這樣說 你們要先求 馬來福音第六章 這邊有個主導文 我們在天上的福音 都尊著名為 尊於國家音樂的指示 寫在地上中 寫在天上 我們日中的隱私 今日 賜給我們 明亮我們的戰功 明亮能 明亮能代表 明亮能代表 明亮是在救我們的脫離兇惡 對不對 因為國度就是明亮 你會發現這件事情是 神要我們什麼 神要我們先把 如何禱告 先把我們的重心放在什麼 放在神要我們做的事情上面 放在祂的國度 先讓我們來榮耀祂 尊榮祂 可慕祂 願祂的旨意 能夠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然後神給我們一個Promise 給我們一個應許 叫做什麼 叫做 如果你先求祂的國 跟祂的義 這些東西都要加給我們 這是神的應許 剛剛小韓在為我們打棒的時候 真的很感動 Elisabeth 我們的小孩 她為什麼叫做林小輩 因為她的英文叫Elisabeth 然後 取不到中國名字 所以說 我就叫小輩好了 我就知道 這個 做為爸爸比較沒有文化 沒有開玩笑的 可是呢 可是為什麼叫做Elisabeth Elisabeth 在聖經裡面是什麼 神的誓約 當我來到這個教會 就怎麼樣服侍的時候 我會跟神說 神 如果你要我來服侍你的家 你要給我肉神的厚意 不然 人家都會說什麼 少許你就是怎麼樣 就是才認真工作了 都沒有想到孩子的事情 世人肯定會這麼說 然後呢 然後 我就想說 阿不然這樣子阿 世奇先懷孕我再來上班 結果怎麼樣 結果 等了一個月沒懷孕 心想說什麼 神呼召我 我踏住我心心的一步 我先來侍奉 當初我開始全職的時候 我跟神說 神我把我的婚姻交給你 你要我去當傳道人 很辛苦啊 然後我過去很多失敗 你先給我一個討個老婆 然後怎麼樣 我再來侍奉 結果呢 結果 結果 結果我先結婚 然後再進去服侍 Package先拿到之後怎麼樣 然後再進入到服侍裡面 然後 發現幾年之後呢 神挑戰我的信心 你願不願意怎麼樣 你願不願意先求我的國跟我的義 相信這些東西都要 交給你 所以神祂是一步一步的 在我的人生中 先 先 先讓我的心是對的 噢 噢 原來我可以跟神這樣子禱告 神 我好懶弱 好多需要 你把這東西 這樣先給我好不好 好讓我能夠來侍奉你 神怎麼樣 神就先應遇了 好讓我有個信心 到下一個地步的時候是 神我雖然沒有看到 但是我相信你 神我沒有看到 但我跟隨你 這是一個什麼 一起說歷程 這是一個歷程 我們屬靈的生活 就是要經歷這個歷程 神給我們promise 所以感謝神 一月份我開始幕會 等寶寶救二月份神 不要臉嚴重獎勁了 阿門 你會看到 在馬來福音十六章的時候 耶穌的口氣 耶穌所說的話語更強烈 耶穌對門徒說 若有人要跟從我 就當舍己 背起他的十字架 來跟從我 因為 凡要救自己生命 而必傷掉生命 凡為我 喪掉生命 而必得著生命 耶穌說 你跟門徒說 你們要來跟從我 你們要來跟從我 因為 因為怎麼樣 因為我要給你永活的生命 耶穌他並沒有跟門徒相聚的第一天 就跟門徒說 嘿 Felix 你要跟從我的話 你要捨下你自己的生命 他只讓他捨往 你知道嗎 他只有在捨往的程度 可是他還沒有意識到這件事情是什麼 意識到 喔原來 原來我們被主所用的生命 我們被主所用的生命就是 我們要慢慢來放下 我們生命中的自我為中心 我們來分享一件事情 在我們的周遭生活當中 有多少的紛爭 有多少的罪惡 有多少令人傷痛的事情 是因為自我中心所造成的 其實大多數都是這樣子 對嗎 我們貪婪 我們忌妒 我們增進 我們比較 然後呢 我們去什麼樣 去強奪 我們呢 我們因為我們的感情需要 然後傷害別人的感情 耶穌告訴我們的人生 是一個什麼 是一個放下自我 和回中心的人生 但是這樣子的人生 是常常會怎麼樣 會沒有安全感 為什麼 因為我們想要做自己的 主人 可是約束他跟我們講說 他說孩子 我要來成為你的主人 當你 把你有限的生命 當你把你有限的知識 當你把你有限的力量 當你把你有限的自己 從你自己人生掌權的寶座中走下來的時候 我就有機會把我擁護著生命 無限的恩膏 從天堂來的風盛 澆灌下來 在你的身上 讓你的生命來被我使用 最後我要講一個故事 在去年年初的時候 在去年年初的時候 我開始在這個教會服飾 然後 大家都知道去年的疫情是武漢肺炎 新冠肺炎 對嗎 在那過程當中的時候 我 我放下了 我在過去 我放下了我們家庭的事業 來到 教會裡面服飾 你就問主說 主啊 我爸就只有我一個兒子 那 那我一開這個公司該怎麼辦 很多人會問我這個問題 對嗎 呃 該怎麼辦 主說 這家公司是我掌權的 這家公司是我掌權的 這家公司的心衰 心盛 是掌權在我手上 你 來做 我要你做的事情 我很難解釋這件事情 我過過 很多人問我 我無法回答 但是我知道主對我這樣子說 在 在我離開公司的這幾年 其實我回首 如果我在公司裡面 我其實對公司 不會有太大的幫助 這公司遇到很多財務的危機 然後呢 在新冠肺炎疫情的時候 這家公司差點要倒閉 呃 整家公司呢 呃 在大陸原本 有四幾家店 收到整家四家店 然後 民眾就是一種 冰敗如山倒的感覺 那種 我從來沒有看到我爸爸的心情 那個臉神 是這麼的凝重 然後我們吃飯的時候 講話的時候 他生日的時候 然後我們吃飯的時候 他是一句話都不說的 跟神說 神 我照顧你的家 你要來照顧我的家 神 你這時候就是你赤家 風聲甜蜜的時候 在我身上 你 對我有 promise 這家公司是你掌權的 你要來親自來拯救我的家 然後很特別的事情是 我們不是送荷蘭口罩嗎 荷蘭就回送我們什麼 煎餅 於是呢 總統府就採購了我們家的杯子 然後呢 打上了LOGO 然後呢 拍了一張照片在 臉書上面 對於我們家公司 當然在財務上有很大的幫助 但是最大的幫助是什麼 對於員工的士氣 如果你在一家 跨倒跨倒跨倒的公司工作 你會覺得怎麼樣 沒有未來 沒有未來對不對 在公司經營不算 在公司有問題 但是這件事情 他最大的幫助是 讓那些奮鬥下去 上公司的員工 認識到一件事情 喔 原來 原來這個企業的存在 是有價值的 這個企業的存在是被看到的 所以 我們要怎麼樣子 來 進入到一個屬神的門徒生活呢 我們請這邊看上來 這個屬神的門徒生活的開始是什麼 是從跟隨開始的 是從跟隨主 跟隨人開始的 有很多人會覺得說 好像我們跟隨族 那我們就跟神 建立一個單主的關係就好啊 那我們為什麼要建立一個 跟人類關係呢 可是你會看到一件事情是 在馬太福音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裡面 所有的內容 都是提到什麼 人際關係 我們進入到那個人際關係裡面的時候 我們進入那個操練 我們在牧羊的時候 在戴本徒的時候呢 我們會冒犯人 也會被人冒犯 你剛剛看了我一眼 我們會冒犯人 也會被人冒犯 我們的刺會刺到別人 別人刺也會刺到我們 但是就在那些moment裡面的時候 神要什麼 神要做奇妙的工作在我們當中 在那些moment裡面的時候 神要 神要重新來提醒我們 啊 原來我們神明中有這些問題 我們需要上帝的意志跟恢復 啊 我心很傷痛 但是 神在那過程中給我一個操練 就是我願不願意能夠 來恢復 來憑著信心 來恢復 那個 我們跟那個人的關係 能夠遞出那種感染子 所以 我們要來 邀請各位弟兄姊妹 如果 你想要進入到一個真實的 門徒生活裡面的 我覺得 我覺得 就是他來 呼召你 他來邀請你 他來邀請你成為 那一個在人際關係裡面的 給予者 跟接受者 他來邀請你進到那個 門徒關係裡面 那一個 被帶領的 那個學習的 跟那個教導的 那個教練的 如果你願意 你願意 讓這樣子的一個 門徒的關係 一起 才會你生活的一部分 我們要先再一起來 我們來 一起禱告 我們這裏 在這裏是 我愛你 一起 一起 沒有 妳走 人默是 我 請各位弟兄姊妹 伴著手伸出來 一生心事對我苦 一生的愛要來充滿我們 一生美好要來充滿我們 永遠 一切所有生命氣息 我要歌唱 寫得兩山 你都不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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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的慈愛 我是你 你我經過水或是 黑暗中 如此靜靜我的力 我剛成為我們當中線的力量 剛好我剛成為 你是我的天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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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生活在你的兩山 永遠 你身心事對我苦 你身美好帶我到永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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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兩身看過我 永遠是我 是你 你兩身看過我 永遠是我 是你 你兩身看過我 永遠是我 是你 离了谁又看过我 又抱着我生命 一生心事为我孤立 一生美满爱过的永远 一切所有生命积极 我要得着神的花生 当我在祷告的时候 我觉得神今天要来医治我当中的一些人 那些人如果你在你当中 你在人际关系里面 你曾经受过很大的伤害 它影响你进入到亲密关系当中的 我要请你从座位上面出来 来为你祷告 我觉得神祂要来医治我们 祂来医治我们 祂不但要让我们知道 祂是良善的 我觉得神要让我们知道有个心意是 祂把一些人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神的心意是良善的 所以好不好 如果在我们当中 如果你是过去曾经在人际关系当中 你受过伤 你有很多的恐惧 你很怕进入到一段亲密的关系当中的 我邀请你 能够从座位上面出来 准备订阅下两位祭祷告 cobra 1 mente and 7 blessings be barre 人生心事對我無緣 你是美好帶我到永遠 一切所有生命進行 我要歌唱 神的大聲和美 一切心事對我無緣 你是美好帶我到永遠 一切所有生命進行 我要歌唱 神的大聲和美 我要歌唱 神的大聲和美 主事的主族對我們來說 是像這畫面在恢復 主啊 你的余制在我們當中 主啊 你要用未來的美好經歷 你要用未來美好的事情 要來取代那些我們過去負面的經歷 你要讓我們放下我們的自我保護 放下那過去的負面的想法 因為你要用你豐盛的美好 你的愛 你的同在 你要來自熱我們 主事的主族我們讚美你 主啊 主事的主族我們讚美你 主啊 你更生的同在 主啊 領到我們當中 主啊 你的意志更多領到我們當中 主事的主族我們讚美你 主 我們讚美你 主 我們讚美你 主啊 你是配得我送在的主族 我們讚美你 主啊 下次打 closely 分別下來